五年前中科院院长白春理曾列出35项中国虚空间的卡脖子技术清单 五年后的今天小编通过逐项查阅国内公开资料发现 如今中国至少已经突破21项关键技术 之所以没有给出准确数字 是因为部分技术中国已经突破但因某些原因尚未公开 例如还未通过考核 未防止被针对等等 这21项关键技术包括光刻机 芯片 操作系统 触觉传感器 真空争度机 手机射频器件 重型燃气轮机 激光雷达 高端电容电阻 核心工业组件 ITO把财核心算法 航空钢材 洗刀 高端轴成钢 高压助塞泵 光刻胶 高压供轨系统 绝境机主轴成 微球水下连接器 燃料电池关键材料 锂电池隔膜 医学影像设备元器件 超精密抛光工艺 环氧树脂 高强度不锈钢 数据库管理系统 扫描电竞等 本期影片小编就为大家聊一聊 中国目前急需攻克的四大顶尖技术 一旦突破将不惧任何国家垄断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 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加关注 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一 光刻胶 光刻胶又称光质抗石剂 是指通过紫外光 电子束 离子束 X射线等的照射或辐射 其溶解度发生变化的耐实剂刻薄膜材料 在半导体工业 PCB 平板显示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目前 全国缺芯背景下 晶圆厂产能扩张正逐步迎来落地 半导体光刻胶需求市场稳步向上 光刻胶同样是半导体行业的关键技术之一 属于原材料的一种 而且和光刻机的联系非常密切 光刻胶作为一种光敏化学材料 需要涂抹在晶圆表面用于保护衬底基座 并且在接收光刻机的曝光光源时承担媒介的作用 将芯片图案转移到晶圆上 虽然我们反复强调光刻胶在半导体制产业中的重要地位 但当前的国产替代进度真的不怎么样 首先 摆在光刻胶面前第一道绕不过去的坎就是光刻机 可这恰恰也是中国目前遭到限制的领域之一 而且比光刻胶还要严格 无论是国内企业还是阿斯麦方面都做了不小的努力 试图寻求一种方法绕过美国的封锁 但至今收效甚微 另一方面 国内也不只是无法生产光刻胶 整体产业链都比较薄弱 供应链整合能力不强 再次 客户高度特化的需求同样是个问题 在技术发展以及加速升级的驱动下 当前光刻胶下游的终端应用产品 表现出了趋向定制化和多样化的特征 下游不同客户的需求差异明显 即使同一客户的不同应用需求也不一致 这就导致光刻胶的整体生产缺乏统一的工艺 每一类光刻胶使用的原料 在化学结构性能上均有所区别 要求使用不同品质等级的专用化学品 这就迫使制造商需要有能力设计出符合不同需求 设计不同配方 并有相应的生产工艺完成生产 这属于行业的核心技术之一 对企业的技术能力要求比较高 目前本土企业还比较欠缺 从一般意义上讲 所有跟电子设备和装备相关的设计 仿真 验证 实验等相关都可以纳入EDA的范畴 类似于CAE 从纳米级的器件晶体管 到IC集成电路 PCB 显卡 收音机 家用电器 手机电脑 车载电子系统 天线 大型向阵空雷达 其实都和EDA相关 一款芯片诞生之初离不开设计 就像盖一栋高楼大厦之前需要设计好图纸 按照图纸来规划楼层的框架 每一个空间面积内的细节分布 也需要通过精密的设计来完成 同样的道理 芯片具备怎样的功能 性能和制程 都离不开EDA工业软件 使用EDA来完成芯片设计过程中的 布局 布线 版图等一系列工作 那么EDA到底难在哪里呢 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 EDA是集成电路相关知识的沉淀 产品的成熟 完善需要较长时间 二 客户对于新产品接受度低 从而导致新产品缺乏工程应用场景 来打磨产品 三 海外EDA龙头与IP商 代工厂组成生态圈 增加后来者赶超的难度 近年来受益于产业政策 产业环境 投资支持 行业需求 人才回流等各方面利好的影响 中国EDA市场逐渐兴起 随着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快速发展 中国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数量快速增加 EDA工具作为集成电路设计的基础工具 也将受益于高度活跃的下游市场 不断扩大市场规模 但目前国内集成电路在先进工艺节点的技术发展上 较国际最先进水平仍有较大距离 先进设备等关键生产元素的获取也受到了一定限制 尽管不需要投入太多的硬件设施搞研发 可EDA涉及到大量的专利技术 对于后来者而言是一道必须绕过的门槛 在更多的路径上进行探索 三 高端医疗器械 医疗器械作为现代医疗卫生体系建设的重要支柱之一 具有高度的战略性 带动性和成长性 高端医疗器械涉及到医药 机械 电子 塑料等多个行业 是一个多学科交叉 知识密集 资金密集的高技术产业 目前 中国高端医疗器械产品主要包括影像设备 治疗设备 体外诊断和植入介入产品四类 具有使用量大 应用面广 技术含量高的特点 中国医疗器械整体国产化率较低的主要原因是 核心技术不高 核心产品和技术的国内自主可控化程度低 尤其是高端医疗器械核心技术 如呼吸机核心部件 涡轮风机 传感器 芯片等依赖欧美进口的配件 国产涡轮风机和传感器关键性能指标 较进口医疗器械配件差 无法及时捕捉患者 呼吸频率变化而迅速加减压力 且无法达到呼吸机对可靠性安全性的严格要求 只有提高国产供应商的各种原器件研发水平 才能保证医疗器械的整体质量 由于国产医疗设备产业发展长期落后于发达国家 医院在采购高端医疗设备时没有足够的选择余地 外企对医疗设备售后服务市场的垄断之所以冲不破 也与本土企业和医疗机构的内忧尚未得到解决有很大关系 医疗行业是人类最复杂的学科之一 涉及到方方面面的科学技术多如牛毛 也因此造就了庞大的高端医疗器械市场 达芬奇手术机器人是美国直观医疗公司制造的设备 一台售价大约2500万人民币可以帮助外科医生完成精密的手术 在工作台上操作机械臂反应灵敏的同时还能过滤不自觉的抖动 让操作十分精细 这样一台手术机器人有价无事被全球各大医院抢购还未必能买得到 可由于高端医疗器械对专业学科知识要求太高 对企业的研发环境人才储备等提出了很大的要求 导致目前为止还是国外公司占主要话语权 4.工业机器人 工业机器人是在工业生产中使用的机器人的总称 是一种通过编程或视觉实现自动运行 具有多关节或多自由度 能对环境和工作对象做出自主判断和决策 并能够代替人工完成各类繁重乏味或有害环境下体力劳动的自动化机器 工业机器人是中国智能制造2025的核心抓手之一 是中国机器换人制造业产业升级的核心环节 现代化社会的构建离不开工业制造 基础的制造业覆盖汽车轮船飞机手机等等上百种行业 这些行业所需的零部件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呢 汽车的框架底盘等关键部件又是如何组装的呢 答案是工业机器人 相信很多人都看过这样一个场景 一条汽车制造生产线的周围有许多机器人手臂在忙活着 动作灵敏精细 在机器人的操作下完成复杂的零部件组装工作 这就是工业机器人也是发展高端制造业的必备设施 可是中国工业机器人行业的发展还面临着以下问题 一核心零部件国产化率低制约国产机器人发展 二高端技术人才较为缺乏 人才培养重研发轻应用 三机器人标准检测认证等体系有待进一步健全 在各类顶尖技术中大部分都集中在了半导体 这是人类工业文明的基础 也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基石 以上这些或许只是冰山一角 还有更多的半导体技术仍需展开探索 如果能掌握核心技术打破国外供应商垄断 相信中国行业市场将迎来另一番局面 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觉得中国目前急需功课的技术还有哪些 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过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